台湾的良心医师林杰良不幸辞世 那么今天她的告别是现场的很特别 有主跑医疗线的记者特别替她制作了追思影片 数十位电视台的医疗记者共同留言怀念她 也让遗伤谈吞词哭红了双眼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你已经不在了 话说到最后都忍不住哽咽 你会不会愿意为我们多停留一点呢 如果来生的话不要再当一个玄虎机式的医生了 我们只要你健健康康的 他们都是曾经采访林杰良的医药记者 一代侠医林杰良走了 曾采访过的记者们诬陷怀念 字字句句说出采访过往林杰良的点点滴滴 送她最后一程 你的电话永远都不会删除 想要保留你在我身中的位置 唯一遗憾的就是我竟然都没有跟你合照过一张像 因为走得太突然了 连跟你合照一张像的机会都没有 边说边哭 因为像林杰良这样不怕厂商敢作敢言 甚至为了食安问题愿意随抠随到的医生 真的太少了 脸在中暖喔 可是这一次不要给你做访问 我只是想要好好地报告你 祝你一路好走 能像这样让各台记者无限追念的医师 可能就只有林杰良一人 离开人世还不忘在告别式的现场 留下最后的十大十安忠告 提醒民众少吃品带咸淡等腌制品 足以塑化机对人体的影响 还要吃巴掌大小的鱼最好 多用流动的水来清洗 输果要冷藏甚至强调没有食物 能够揭摆毒物 流着泪宋别林杰良 虽然他离开了 但对食安的坚持将永远留在 每个记者和每个人心中